北市消防局进行防律演练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到现场视察 不忘跟里长搏感情 全程有说有笑坐在西床上 还手勾手互动好热络 每个地方我们都去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也来过很多次 敏感话题黄珊珊必谈 就是因为近期带着民众党小鸡 跑行程遭莱茵痛批滥用行政资源 加上时钟没松口答应挂民众党籍 参选台北市长遭民众党内批评 是蔡英文侧异 但黄珊珊还是老神在在 因为根据网路媒体ETtoday 最新民调显示 绿营不管是派出陈时钟 还是林家龙 蒋万安都位居第一 支持度维持在35%到36%左右 反观黄珊珊的支持度 首度赢过绿营 和蒋万差距拉近 而且黄珊珊若以五党籍参选 能拿到25%的支持度 比批民众党或亲民党的支持度 还要高 不管黄珊珊参选步调 蒋万坚持做自己上广播节目端牛肉 大谈自己的市长证件 我提出一个轻盈换居的政策 社会住宅保留一定户数给这些长者入住 这些长者他就释出他的防设出来 透过包租贷款方式出租给年轻人 未来如果我当时台北市长 我要成立人口对策办公式 这个政策在台北市政府 行善设斩已经在执行了 相关的资讯都在公开的资讯上 军事生意3.0会提出新的政策 早就有了 已经在规划了 所以当前台湾政治最大问题是执行力 不是在发明新政策 讲完仅有北市府不放 柯文哲隔空助政 黄珊珊蓝白竞争 逐渐白了化 台北市的选举 注定就是三咖嘴 先请明佑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民调 其实因为目前民进党人选还没有定调 所以做民调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份是ET Today新闻员的民调 还是把阿中部长跟林佳龙部长 通通都放进来了 先看如果民进党是派陈时中部长的话 绿营是第三名 那蒋万安第一 黄珊珊是排在第二 那如果换成是林佳龙部长来出战的话 绿营一样目前还是在第三名 那黄珊珊一样是第二名 蒋万安保持领先 不过在黄珊珊现在追上来第二名的同时 仔细去看这个民调做得更细 黄珊珊要用什么样的党籍出马 对他的选情比较有帮助 这个民众党这就是柯文哲的这个政党嘛 他只拿下20.2 反而是都不要挂党籍 无党籍反而这个支持度还冲得比较高 这显示什么样子的情形啊 我记得王鸿威在最近都一直在咨询这些事情 他可以把黄珊珊打的是偏绿的 为什么打成偏绿的呢 因为过去有结盟过嘛 所以就把他希望他打成偏绿的 因为过去在台北市的经验里面 民进党大概最多可以拿到四成三左右的选票 那其他如果一旦你分裂的时候 民进党就有可能取得执政权嘛 所以为什么王鸿威现在先出手打黄珊珊 很简单一个道理啊 他跟他就是为了保住蒋万安嘛 因为蒋万安你看他现在民调 大概都三成多三成多 是 你有一天会落下来 为什么会落 因为当绿营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出来之后 接下来叫做政策PK 你光看这个什么清淫换居这件事情 黄珊珊头脑很清楚 因为他本身是行政副首长 他现在都在做嘛 对啊 他已经在做虽然做得不好嘛 那做不好的事情 你还要拿出来讲 变成是你的政策 那不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吗 所以这个事情会屡见不鲜啦 那也会一直发生啦 所以民调 有时候韩国那时候刚才出来的时候 民调比较好 气势也很好 但是那时候他为了不及及这件事 哇大家插到连篇啦 高雄市长不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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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要选总统啦 现在同样的道理 我要来问黄珊珊啦 是啊 你现在是行政副首长啦 你到底是要辞职副首长吗 上次大厨小机 到今天都要再有小机 那机关哪都有这么多的名字 之前为了劳工局长陈信宇的事情 你的这个主任可以挂在那边当基要 这都已经被骂惨了 你就是拥有行政资源在为自己选举铺路 你今天宁愿不去财监委员会备巡 你宁愿跑去视察 为什么 你知道台北市的里长 其中很欣赏黄珊珊的吗 这里长都跟现在你看外面刷 去到哪里就给大家认识了 大家都情后后 这感觉他已经在参选了嘛 可是他是副市长 你不要忘记 他还有很多东西都要向苏培议员这样去监督他 但是我要回来讲一件事情 这所谓的这个清零住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很早就提过了 可是台湾的社会就没办法用嘛 第一个 我们家有家老的家人 你说在家住四五老的公务 你说要去住这些社会住宅 对他们来说 第一个台湾的观念就是有土私有财 我自己有家我先还要去住 所以这个效果不张 然后年轻人现在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房子买不起 观念还是在有土私有财 你说再去住老公寓 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不愿意嘛 所以很多的政策 没有稍微去考虑到整个台北市的巴掌 跟风土民情 你看 林家隆拿出什么 成家基金二十万 黄申申 我再去出来反对啊 那比你们现在 所谓的清零住宅做得好啊 一年轻人就是需要成家的费用 我希望我的生育能够提升嘛 所以这个政策 我认为啦 台北市长的这一场选举 等到绿营的这个候选人底定之后 接下来就是政策PK 为什么 因为台北市民某方面知识水准 可能也比较高一点 他会认为好的政策 好的福利 对台北市民才是非常重要 那现在都还没放大检视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去看长照托育 不好意思 台北七十年首善之都租完最多 是六都最没得命 是六都最没得命 你说这些人做得多好 我没想相信 大家画面都可以画得很漂亮 所以台北市面对老化 少子化的问题 还有就是托北的问题 我上个礼拜才讲了多少台北人 趕走多少位去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要解决 我要问 讲话 你提出所谓的这个轻盈换剧 这个政策里面 你有没有去考虑到人家 施行效益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 黄珊珊你在作秀的同时 你有没有去考虑到台北市的问题 还是说因为你是副市长 你不敢去批评市长 所以为什么 从第三份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你如果掛民政党剩20% 你如果没当政要25% 很清楚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民众党就是掛在台北市里面 台北市前没得到你 民众党也没有负责任 所以你看当初时 柯文哲才说 他可能也不用民众党了 对啊 他现在可能 看党派的合作 不管是没当政也好 还是秦民党也好 看党派的合作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他现在所有的公务 有肯定都是台湾人的税金 他拿台湾人的税金去做 等一下会说到林志娟 人林志娟 他要选投资 他就万一17市市长了 是不是都要再说了 你黄珊珊要资责任 我问你这一件事 你是不是应该交机会好好报告 想到这些小鸡 你能带他去林志娟 来做宣民吗 是 黄珊珊倒在当时 在习到现在还没有辞职 可是一堆行程都被发现 带着民众党的小鸡 一起去拜票 这有没有滥用行政资源 今天议会开会 要黄珊珊来报告 结果人也是没去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看 新闻台湾人爱来关心